在我们一般人对于二战的印象中 印度这个国家似乎始终都游离于二战之外 却又参与在二战之中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印度似乎始终都没有遭受轴心国的蹂躏 不过这么说其实也不完全对 因为在二战时期还曾经发生过一个英帕尔战役 这场战役就是日军尝试入侵印度本土所发起的 只不过日军在战役中的表现却相当的糟糕 堪称日军最蠢的一仗 但是对于英军来说 英帕尔战役反倒是一次大胜利 堪称东南亚战场的转折点 1943年对于二战而言是转折的一年 斯塔林格勒战役在这一年终于胜利了 而在1942年 美军也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 胜利女神已经对同盟国露出了自己的微笑 而盟军为了进一步打击轴心国势力 决定在东南亚地区开辟第二战场 而这个开辟新战场的重担 也就被交到了英军的头上 蒙巴顿勋爵是这次行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当时英印军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等伦敦一声令下 但是由于当时丘吉尔与罗斯福决定 将下一步的重点放在登陆法国上 所以推迟了进攻缅甸的计划 但是英军的这步动作却让对面的日军恐惧不已 而且为了扭转战事的不利 德国也在不断要求日军进攻印度开辟第二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 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大陆第1776号指令 与乌兹号英帕尔作战计划 之所以要选择英帕尔 是因为英军在撤离缅甸之后 就把英帕尔打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枢纽中心 其实此前英军准备反攻缅甸的时候 也把英帕尔当成了始发战 所以英帕尔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焦点 日军的乌兹号作战计划的总目标 也就是夺下英帕尔 而这份行动计划 就被交给了当时的驻缅日军第15集团军司令 牟田口莲也终将负责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由日军第15军负责牵制进攻 而后由印度国民军第一师配合行动 兵分两路加击英帕尔 这个所谓的印度国民军 其实就是由日军收编的英印军战俘所组成的 只不过印度国民军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印监 因为对于这些印度士兵来说 他们的敌人英国佬同样也是殖民者 但是战役从开始之初就相当的不顺利 战役的发起时间是1944年的2月 此时已经临近英帕尔地区的雨季 而印度的道路情况 尤其是英帕尔地区的道路情况相当的糟糕 在雨季时更是如此 暴雨甚至有可能会摧毁城镇 这一点可以参考今天的孟加拉 因此后勤补给问题 就是日军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第15军的参谋长就曾经以后勤问题为由 反对牟田口莲也发动英帕尔战役 但是牟田口莲也却义正言辞地回绝道 没有补给难道就不能打仗了吗 那怎么能行 日本军队必须忍耐各种苦难 没有粮食就从敌人手里抢过来 英帕尔战役就在日军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发动了 而牟田口莲也也向所有人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自己到底有多蠢 2月4日 前嫌日军就在印度国民军的牵制进攻尚未开始 且日军自身的人员补给也尚未充分到位之前 就向英帕尔以南500公里的若开地区展开了进攻 当时驻守若开地区的 是由英军斯利姆中将指挥的英印师务军 战斗力和作战意志都不高 英印军的几个师很快就被日军包围 斯利姆中将清楚英印军的战斗力 如果命令他们撤退 那么很有可能将会演变成一场大溃败 而且缅甸的丛林地形 也不适合部队展开构筑传统防线 于是斯利姆中将命令被包围的英印军 就地构筑防御攻势 斯利姆中将是希望这些英印师发挥一下余热 像是钉子一样牢牢定在日军前进的道路上 最大程度地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 阻碍敌军的行进速度 斯利姆中将同时命令后方的皇家空军 做好随时空运补给被包围部队的准备 然而对面的日军 却因为牟田口连野的骚操作迟迟无法得到补给 按照日军原本的计划 这些英印部队应该很快就崩溃才对 而在英印军崩溃之后 日军也能够顺利地得到英印军原本的补给 但是斯利姆中将的战术却极大的延缓了英印军崩溃的速度 这也导致日军包围部队每天仅仅只能得到少量的生活物资 日军的前线部队纷纷向牟田口连野发回电报 要求指挥部加大补给力度 然而牟田口连野却回复道 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石草民族 你们被如此茂密的雨林包围 竟然告诉我找不到吃的 这算是什么道理 是啊 这算是什么道理 在二战中 日军将领往往都很离谱 但是能够做到像牟田口连野一样离谱 确实也没那么容易 第31师团的佐藤师团长 直接放弃了从牟田口连野手中获得补给的打算 他直接发电报给第五飞行师团 我们从未得到一厘米 一发子弹的补给 所有的东西都要靠从敌人手中抢 我们现在能指望上的 只有空运补给了 但是敌人别说弹药了 就连武装士兵都能空投到我的眼前 在这种情况下 日军自然不出意料的失败了 在日军败退的过程中 还发生了一件趋势 以致日军部队在败退的过程中 遭遇了牟田口连野 骑着高头大马的牟田口连野怒斥他们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见到我为什么不敬礼 疲惫的士兵们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这有带头的军官说道 您为什么不下马安慰一下战士们呢 牟田口连野怒骂道 你以为你们是谁 我可是你的长官 是最高司令官 快点给我敬礼 但是面对初期的失败 牟田口连也却并不服气 他再次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要求手下的三个师团 再次进攻英帕尔 三月初 日军卷土重来 牟田口连野希望在英帕尔的雨季到来之前 占领整个地区 牟田口连野的想法 可谓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斯利姆中将自然也不是傻子 面对牟田口连野的第二次进攻 斯利姆中将的准备更加的充分 他命令英军的第四军进驻英帕尔 这支部队是一支正牌英军部队 战斗力远超英英军 但是第四军的第十七师 却因为行动迟缓 在3月23日被日军包围 为了解救第十七师 斯利姆中将只能将手头的后背部队拿去解围 但是这样的话 英帕尔的守军就严重不足了 斯利姆中将只能向蒙巴顿 请求更多的运输机支援 他打算空运部队到英帕尔 3月29日 45架C-47达科特运输机 载着英军第五师的全体官兵 以及全部装备 从若开飞到了英帕尔 及时地增援了当地的英军守军 事后 甚至就连罗斯福总统 都对英帕尔空运行动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4月初 英军已经在英帕尔地区 打造了一条坚固的马蹄形防线 4月8日 日军开始直接进攻英帕尔 甚至一度攻占了一座 距离英帕尔仅9公里的高地 但是在盟军猛烈的炮火与空袭之下 日军值得被迫撤退 这也是战役中 日军最为接近英帕尔的一次 此后 日军始终都在尝试切断 英帕尔与后方的路上联系 但是英帕尔的英军 从来都不依靠路上补给 英帕尔英军所依仗的 其实是空中补给 相比于庞大的空运物资 日军在公路上 依靠节道获取的补给 简直少得可怜 而且日军从未掌握战场的制空权 英帕尔周边的公路上 到处都是被盟军摧毁的运输卡车 此时的日军 不是想不想补给英帕尔的问题了 而是能不能补给英帕尔了 5月初 英帕尔英军展开了大规模反攻 日军部队被重新赶回了缅甸 在英帕尔战以后 日军三个主要参战师团损失率 分别达到78% 67%和84% 日军的总损失高达7万余人 要知道 这三个师团的总兵力 差不多也就只有10万人 可以说日军在缅甸的力量 被极大的消耗了 这也为后期盟军反攻缅甸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 这都要归功于一位大功臣 那就是谋田口连也 要是没有他 盟军的进展绝对不会如此顺利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事 回复001即可观看